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推行健康运动 同时宣导环保的观念 国际师子会15号 特别在花莲七星潭风景区 举办了一场千人进走进滩的活动 而包括了县长徐真卫 信成乡长和李台 吉安乡长游淑珍等人 都出席了这场活动 响应师子会 推动环保的观念 也感谢他们在健康运动的同时 也为花莲在地的环境付出了心力 2022室子会 花莲七星潭千人见走 结合健康活动 15号一场在新城乡赏兴广场办理 新闻徐真卫 在新城乡和李台等贵宾 共同来参与 新闻徐车表示 花莲幅员辽阔 有美丽的中央山脉 海岸山脉 活动中国 以及延免百万的 海岸线 天然条件相当的好 而环境之大 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来维持环境的整洁 进走顺手 进滩 运动 结合环保 重新来 重新建造 我们东米国中的校舍 任养东米国中的校舍 未来东米国中的校舍 动土 落成 我们一起到副里 好不好 好 好 那些事实会 这么重视我们弱势 以及继络夫妻 以及对于我们 师友 兄弟 姐妹 家庭的幸福 以及健康 来努力 所以健康的身体 彩色的人生 We serve We love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会动现在许中与贵宾共同名枪 宣布千人见走 以及经常开始 沿路减时 不属于其心肠的海岸垃圾 包括废弃的保力龙 玻璃瓶 宝特瓶 铁罐 瓶盖 塑胶袋 等等海洋垃圾 国际社会将环境保护 列入五大之夜 将海洋原本的美丽 还给大自然 记得终于先让我们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